好 最近消息 美国职棒的首尔海外赛 刚刚结束了 双方打线大爆发 教室打线更剩一筹 所以是以15比11 就赢了到齐了 那么今天在场边 好多的韩国艺人都去了 我们母人在现场的特派小组 也独家访问到了 韩国男神宋仲基 把时间交给淳沛 好的 主播观众 美国职棒的海外赛 在首尔高齿巨蛋 迎接最后一天的赛程了 由于这是第一次 韩国在他们当地 迎接大联盟第一次的正式赛 所以有非常多的名人 来到了现场 那包含了知名的艺人 李东旭 孔刘 金柴玉 还有孙艺珍以及玄冰夫妻 他们都在高齿巨蛋同框了 另外我们也独家访问到了 韩国男神宋仲基 他来看球赛的星星 来听一下 阿曼西亚 从台湾 阿曼西亚 从台湾 你好 可以告诉我 阿曼西亚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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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日本知名的棒球DJ 也来到现场欣赏美国职帮的海外赛 他非常赞赏韩国拉拉队 非常的漂亮 甚至跟我们台湾拉队有得比哦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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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的년 就要在这里画下完美的据点 以下呢 就是我们在哈佛尔高尺巨蛋 所掌握的现场情形 时间跟镜头再加上一捧对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